年紀改革會議 在全台掀起波蘭 8號的高雄廠 更是因為刀片鋸碼 讓民意代表 一度告上高雄市警局 美金改成了什麼鐵絲網 我說絕對不是 因為我到昨天晚上9點半 我再到現場看說 還是維持這種有刀片性的 双双鐵欄和刀片鋸碼 一度引發明代質疑 不過高雄市警局澄清 就是擔心傷害民眾 他們刻意在前一天 連夜將刀片鋸碼拆下來 換成沒有殺傷力的鐵絲 而廠內的部分刀片鋸碼 是來不及拆除 刻意放在廠內管制區 不會讓民眾接觸到 傳統的鋸碼上面的鐵絲刀片 拆下來以後 才送到外面 做一個侵入部署 沒有任何一具刀片鋸碼 拿來面對民眾 仔細看當天的會場內 刀片鋸碼都是放在大型玻璃旁 而且聚集在遠景休息區 和民眾的動線區隔開來 事情去強調 絕對不是針對民眾 只是誰也沒想到 現場出現刀片鋸碼 竟然意外成為年金改革的 另類焦點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